一群國小學生仔細聆聽台上老師解說怎麼製作阿Gate 今天上午在淡水漁會文化體驗館由淡水國小美術班 三到六年級的學生來到了漁人碼頭 與淡水漁會舉辦一場體驗淡水漁村DIY活動 現場在體驗館當中淡水漁會更準備許多製作阿Gate的食材 要讓小朋友來自己動手做平常淡水老街常看到的特色美食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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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你喜不喜歡吃阿Gate 喜歡 之前有沒有吃過 有 你之前知道他怎麼做的嗎 之前不知道 好吃 剛才你怎麼做的 先帶手套然後再把油豆腐剪破 把豆粉塞進去然後在上面鋪魚漿 你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把那個剪破啊 帶手套 先帶手套 先帶手套 然後咧 然後再把這個剪掉 再來 然後再放冬粉 這個是哪個 把它塞滿 塞滿 再把魚漿蓋上去 不少小朋友在淡水長大 雖然都吃過阿Gate 但對於這屬於淡水特色的小吃 卻不知道如何生產製作 而今天淡水漁會阿姨的教導之下 將油豆腐剪開再放進冬粉 接著再用魚漿把油豆腐封口 學生都直說好有趣 而學校表示 在這一場活動當中不只是DIY 還帶他們到戶外認識識戶 看到早期的捕魚方式 透過漁會幫我們安排的活動 我們了解淡水不是只是一個小鎮 我們還是一個曾經是漁夫 還有是河港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在漁會的帶領之下 我們整個認識了河港的一個地理位置 然後我們又到海灘去做了淨灘 我們也是參觀了古老的捕魚的智慧 食物的一個這樣子的設施 我們結合淡水在地的阿姨跟木拉蜜 我們做成了阿姨、木拉蜜的這樣的一個食物 學校表示今天帶著美術班的學生 還有家長陪同不只是認識社區 還了解淡水早期的漁村文化 包括了解古人的捕魚智慧 漁港導覽、淨灘、拓映、全面的認識淡水的漁鄉風情 讓孩子對於自己住的家鄉有更深刻的認識 記者是對於電視社群網站